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岂有一个换鸟他的神 其实这不是神 但我和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鸟 无益的神 我现在只是说 一个所谓基督教 不要说外邦 不要熟悉 我说基督教的圣诗 作歌 篇曲 篇词 出去演绎 那些人落地獄是怎样落的呢 我先说那些 其他那些不要说 熟悉那些一定收贡 那些碰都不要碰 其实是怎样呢 其实一个基督球 好像你作歌 每个人都要成长 每个人都要学一些东西 每个人都要在生命当中求神 给一些恩赐 或者没有的东西要发掘出来 又或者与生俱来求神 又或者与生俱来求神 教的怎么发掘 其实领诗 作歌 唱歌 都是其中一个 一门学问 而事实上 当你进入基督教 基督教最被吸引 通常在上一代 最被吸引 通常都是试过 不是说到 是我们教会才能平衡 两者都是这么特别的 但是呢 其实呢 你会看到 很多这些 例如我所说的 很多这些 领诗 唱诗 作歌 这些名家 很多时候 其实他们本身出发点 是真的事奉神的 我现在不是说他们是大偶像 出发点是事奉神 但只不过 他认了这一节 圣经里面 他换了他们的神 而可能你意想不到 他什么时候换 其实很多这些 所谓出名的 是他们发掘了 他们恩赐之后的 第一年 已经换了他们的神 因为实际 有时听他们的过影子 但其实很容易知道 通常你看那些 所谓的领诗 作曲名家 经常说来说 都说是几十年前 出道的时候 那几个经典名作 现在都作不回 现在都没有 只是这样说 就知道 这些人已经换了他们的神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 出道的时候 要学 要寻找神 要求神 让他发掘到恩赐 甚至是凭空给他恩赐 神已经换了他 祷告的时候 很多时候 会给他一种歌 给他一种才能 但是 在第一次 一个人从神 得到一个方向 他已经遇到第一个考验 就是说 他究竟下半生 会不会将神 所给的恩赐 变成他心中的假神 当如果 他想着 将那样东西 变成假神 你就会看到 这个人 就算下半生 到入观才之前 他最强的信息 或者甚至 他最好听的那首歌 其实就是 他侍奉最早年 事实上 这个非常可悲 例如 指这个实际的例子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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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一年的港道是他一生最厉害的 现在的港道可以说不用听 但你知不知道他最初一年 出来做牧师 分享 教会甚至过万人 在他超过 一万多人的时候 我买了他所有港道大听 但当我听完他最初一年 后面的那些根本是重复又重复 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 随便买空想出来 完全没有那种因果 没有那种启示 其实这个就是 无论是港道或者是作歌 都有一个这样的现象 就是其实原来当我们 接触人生的美好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就会 沉醉在那个美好当中 而其实将那个美好 接触进去我们的内心当中 无论你唱歌唱得好 无论你作歌作歌得好 或者你港道说得好 OK 我们容易将那种美好 接触进去里面 就成为我们的假神 而我们一生的所谓尊严 荣誉严 地位 我们有的身价 我们有的赚的钱 都很多时候就是为了 以维护这个假神而走下去 所以像你意想不到在我们石安当中 其中在港道或教会方向当中 最同石安不适合 是觉得自己很有体见 竟然是我们教会的和畅出身 你想想有没有搞错他唱过了 港道觉得自己看着他有话 他在教会方向觉得对他有话 有没有搞错就瘋了 但是就是这么瘋的 我现在就是说实例给你知道过去30年里面 累积我所见 最傲觉得这件处理不对 教会那件处理不对 连联群结队走 那些很多时候 是教会当中的和畅 編曲 会弹少少乐器 他是有这方面因此 但是音乐而已 但是为什么会骄傲得 觉得他连这些东西都比日华 就是这样 我现在想跟大家讲一个世界 一个领域 你听了之后 你就真的 你会当笑话听 因为当然他在其他教会 觉得真是警告自己的牧师 但是你在石安 大家都知道 有没有搞错 你有没有那么瘋 但是差不多我们当中以前走的 很多这些离开的 在片曲或者唱歌那些 真的带着一个这样的假神走 他真的带着那份奥气去走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你觉得是很神奇 但是我现在就跟大家去慢慢 以一个的过来人身 跟大家去分析 真的 原来有这个世界 就是原来 当神 他真的赐了恩高 给我们 第一次你接受了神的恩高 你很兴奋 你很振奋 这个人之常情 你很多天睡不了 甚至 你直接觉得 原来神是这么伟大 这么厉害 我真的没有信错了 这个神 给他跟我分享他的荣誉 分享他的富足 分享他拥有的 这些 属于他的成功 给我 但是这个人之常情 开始我们会感恩 但是 我们的奥气 是因为旁边人的鼓励 赚 说你是有天分 说你是有恩赐 最恐怖还能赚钱 走浮去赚钱 通常 那些人 可以说他人生中 第一个神所给他的 这个 叫做起步点 他就扎在那里 就在那里扎 然后呢 就怎么样 就直接把那个 就变成了偶像 变成了帝国 去维护这个帝国 继续保住他 在那里赚钱 明白吗 或者 这些人会说 为了这个音乐事奉 更加稳定 更加安稳 但是谁叫你 搞到他稳定 谁叫他搞到他安稳 肯定不是神 明白吗 而事实上 于是乎 他信主的头一年 两年 或者开始有恩赐的 头一年两年 他是侍奉神 但是接着下半身 就是维护了他 找回这个金矿 那个已经变了金矿 那个已经是名乘利就的金矿 下半身他都不用做事 OK 抽来走下浮 或者用这个恩赐 卖下带 卖下高 收下板税 搞一些法律诉讼 客客其他教会 千万不要不给板税 那就可以了 但问题就是 很可惜这个人 如果你说他下半身是侍奉了 马蒙 你都说差了 因为他 是开始了第一年的时候 跟着余生 都是为了在他所建立的角度 金矿 更加稳固 或者甚至已经成为一个组织 去维护下去 你知不知道 这个 其实现在普世常有的问题 不仅是发生了在 港道领域 甚至是歌曲领域 因为两个领域是最明显的 因为他们赚到钱 赚到名语 赚到地位 但是你会看到 神根本不能够再伸出他的手 再赐这个恩赐给他 或者你觉得很夸张 是不是 但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件事 因为原来 神很多时候赐的东西 是赚不到钱的 你知道吗 神所给的祝福 其实是世界还未懂得听 还未懂得欣赏 而糟蹋 很多时候 神给的都是这样的 云里米书第2章第11节 喜昂国换了他的神 其实这不是神 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 换了无益的神 无论爱得主请求 心不在空虚 从寻生生确据 如主既换去 前路万遍千传 神伴着年居 神端走与居 与心里 全程跟着只有 正随千里 曾求着的真理 你月日默默的吹 吹槽我恩准 莫过泪 已按住你 迈去 恍神怀 原地的语句 承传念力带错举 谁从我恩准 尚真念 我心等的全藏思想 权能话与智慧 历世终于不会逝去 全藏在我心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